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事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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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谢脱进南德文 经语无量聚之节 独授受持亦如是 如说修行则更难 借体大义 主馆长 诸位在家菩萨连友们 阿弥陀佛 请翻开讲义第十七页的地方 请翻开讲义第十七页的地方 那么请看着这个五同四亿 五同四亿 这个四亿的这一部分 四亿的这一个部分 这一行 那么在上一个讲次 我们提到 有这个受体跟随戒这两个名词 什么是受体 这个受体啊就是将戒法纳受到我们心中所成就的一种液体 那么这种液体呢也就是戒体 也就是戒体的意思 这个是受体 还有随形 这个随形啊就是随胜的戒体所生起的这个持戒的行为 那么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这个戒形 那么它也叫做随戒 这个受体跟随形啊 它都有这个作戒体 就是所谓的受中作戒跟随中作戒 那么这个受中作戒跟随中作戒 它有什么同意之处呢 在上次我们就说过 有所谓的五同四亿 有五点相同四点的差异 这五点的相同啊 我们说过 就是明同 义同 体同 短同 还有狭同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解释 有这个四点的差异 第一个呢是总别一 受作总断 谁作别断 这个总别一啊就是 就者呢这两种的作戒 守房的境界有宽侠的差别不同 而说的这个叫总别一 受作总断 受体中的作戒啊是总断一切诸二的 最初啊受戒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发的心呢是普遍原念 死法界的情与无情的境界 那么普愿呢遮止防范 释放三事 所有一切犯戒的境界 所以说是总断 随作别断 随行中的作戒呢是个别断除恶法的 比方呢我们遇到可杀生的境界 现前呢 那么我们就以不杀生的随行 以这个不杀生的行为来断除这个恶法 如果遇到可偷到的境界 现前 我们就以这个不偷到的这个随行来断除恶法 这个因为啊 我们这个持戒的行为呢 是随着这个境界升起的 而这个犯戒的境界很广 比方杀生 那么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呢 都是我们犯戒的境界 所以我们不可能呢 完全犯到一切的境界 而我们的心里呢 想到某种会犯戒的境界升起的时候 比方呢 想这个杀鸡 或者是偷盗 这个时候啊 才有防止这个犯戒的行为升起 那么这种防废的行为呢 就叫做随行中的作戒 而我们的心呢 不可能在同一时间 攀缘两种以上犯戒的境界 所以啊 仅仅只有两种犯戒的境界呢 也不可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啊 同时顿难的陷起 所以说是个别的断恶 个别的断恶 而不像这个受戒的时候 我们观想 那个时候呢 我们是顿难的攀缘 死法戒 一正恶报 而发起啊 总断一切恶法的心愿 那么这是总断 所以说呢 这个随作啊 它是别断的 遇到境界 遇到某一种境界 你就升起啊 去防护它 所以这是别断 那么有这个总断跟别断的不同 这是第一点 总别意 第二是根条意 受作是根本 随作依寿而起 是知条 这个根呢 指的就是这个受体 条指的就是随形 这说明啊 两种作戒体 哪一个是根本 哪一个是知末 受作是根本 这个受中的作戒体 是属于根本 那么这个随作呢 是依寿而起 那么随形中的作戒体 是依着受体而生起的 所以它是知条 虽然说它是知条 但是呢 它也能够以这个随形来保护受体 那么这有所谓的根本跟知条 我们晓得我们所受的戒体啊 它当然是根本 那么随形啊 是知末 因为这个随形是跟着这个戒体而生起的 那么这有所谓的根条意 第三 玄对意 这个玄呢 就是预先的意思 对就是对着境界 那么这说明 两种的作戒体 它防止造恶的方式呢 有所不同 受作玄防 那么受体的作戒啊 是从登坛开始的时候呢 就生起这个预先啊 要防止未来作恶的心恋 所以在当时呢 是没有任何的过非发生 所以说是悬防 比方呢 我们在受戒的当下 我们就想着未来呢 这个不要去造恶了 那么在受戒的当时呢 并没有这个过非的发生 所以说是悬防 那么预先的去防恶 随作献防 随形的作戒呢 是面对境界的时候啊 申请这个对峙力 来严加防止 那么当下呢 献起这个持戒不犯的心 所以说是献防 这个献防啊 就是说我们遇到境界了 这个境界献起了 那么我们申请啊 要防护他的心 这是献防 那么所以这个受作跟随作呢 有这个悬防跟这个献防的不同 这是悬对意 第四呢 是一多亿 一多亿 这个受作一瓶 这个受行中的作戒体呢 必定是一瓶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以这个上品发心 那么就得到这个上品界 那么中品发心得中品界 下品发心得下品界 那么主要是看了受戒当时 那么所发的心而来决定的 那么不可能呢 同时发起上中下三品的心 所以说是一 受作一瓶 随作三瓶 而这个随作呢 可以有三品的 这个同时的情形 多的这个情形 因为这个犯罪的境界呢 有优有劣 那么面对这个犯境 所生起的持犯之心呢 也就有浓有淡 所以要持戒 或者要犯戒的心呢 也就有轻有重了 所以说有这个三品 这个多的意思 比方呢 我们三叶 对着境界的时候 这个境界的吸引力强 能够让我们生起极大的贪心 或者是称心 比方这个钱财很多 或者遇到这个仇人 那么这个能犯的心呢 也就浓厚 境界强盛 犯界就重 如果所对的境界低劣 那么能犯的心呢 也就弱 所以说这个犯界啊 就轻 因此呢 所对的境 有优劣 能犯之心啊 就浓淡 所以这个犯界啊 有轻有重 所以受所受随恶作 他有这个一跟多的不同 有这个一跟多的不同 那么这就说明到 这两种的作戒题 这个五同四义的情形 那么其次呢 我们看丁二 辨恶武作 辨别了两种的这个武作戒题 请看的节目书的文 解摩书云 和明受物作也 即是行者 愿于获业断香蓄意 无始忘习 随念南格 故对强缘 希求业缘 至发严成 是其应也 三法之旗 动发戒业 业成自义 是其缘也 即此缘业 是行愿本 明受无作 随无作者 刹诺以后 随敬对防 明作戒 作习夜成 即明此夜 为随无作 到这里 那么我们先解释 这个两种的 无作戒题 和明受无作也 那么什么叫做 受体当中的 无作戒题呢 那么就先解释 这个受无作 其次行者 愿与获业 断相续意 就是这个 受戒的行者 在登弹受戒的时候 那么发愿 要永断烦恼获业 使用这个烦恼 不再相续的 这种念头 这种怨心 就叫做 受体的 这个无作戒体 那么这是说明 受无作的主要意义 底下 再加以详细的解释 无始忘习 随念难隔 这个凡夫众生 从无始生死以来的 妄想习气 也就是这个烦恼获业 是很出众的 随念难隔 随念就生起 是很难以 隔除断绝的 那么 应该要如何对峙呢 底下说明 分两点 首先 故对强缘 希求业缘 自发严惩 士气因也 先说明 他发生的这个原因 我们先解释 前面两句 故对强缘 希求业缘 这个强缘 强缘就强盛的 这个因缘 那么在这里呢 是指这个三宝的境界 佛法生三宝 这个佛呢 是 已经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那么断尽一切烦恼的圣者 法呢 法就是啊 帮助我们 舍利烦恼苦的这个妙药 而生呢 生就是啊 这个趋向 断尽烦恼的修行能 能够引导我们修行 那么这个三宝的境界呢 就是一种 这个强盛的因缘 另外 如果针对这个出家 受拒戒来讲 这个强缘 指的就是 这个实施 还有这个结魔法 希求业缘 这个业 业就是业性 指的就是无作戒体 那么这两句话 就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啊 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 对着佛法生三宝 等等的 强盛的因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心啊 希求能够得到 具有断二修善 这种功能的无作戒体 作为啊 我们修行的援护 自发言成 是其因也 并且当时 自己所发出的 起戒的言词 也是非常 自诚恳切的 这是啊 受戒 得戒的主应 那么其次 说明祝缘 三法之旗 动发戒业 业成至义 是其原也 那么三法之旗 这三法指的就是 我们在受三皈依的时候 那么在受五戒 先要受三皈依 这个受三皈依的时候 第一遍的皈依呢 我们是 这个鼓令 使法界的妙善戒法 使令它的动转 那么第二遍 受三皈依 这时候呢 就观想 这个妙善戒法 聚集在空中 那么第三遍的皈依呢 就观想 它注入到我们的身心当中 这个三法之旗 就在这个三法的 这个期间之内啊 动发戒业 动转死法戒的恶法 成为善法 而敢发戒的业性 也就是呢 这个戒所具有的这种 禁止造恶的性质 还有作用 业成至义 士气原也 那么这种业性的成就 也就满足了受戒者的志向心意 也就是圆满他求戒的这个心愿了 那么士气原也 这是受戒得戒的助缘 那么这个 我们能够受戒得戒的主因 跟这个助缘 我们都说过 这个主因啊 就是在当时呢 发起这个诚恳的心 那么想要能够纳受到这个无作戒体 这个是主因 那么助缘呢 就是我们三规一三变的观想 这个是助缘 即此原也 是行愿本 明受无作 这个原也 原也指的就是上面所讲的主因跟助缘 是行愿本 那么这个是戒行跟愿体 也就是戒体的根本 那么这个主因跟助缘啊 就是我们得戒 得到戒体的这个根本 明受无作 就叫做受体中的无作戒体 那么前面呢 我们这边啊 就解释过 这个受无作 其次呢 就说明随无作 随无作者 插诺以后 随境对防 明作戒 随的 这个随 行踪的无作戒体呢 就是 在这个三规一结束的 立插诺以后 所生起的这种业性 随境对防 能够随着境界 生起对治防护的功用 那么这种功用呢 明作戒 就叫做随行中的作戒体 作戒业成 即免此业为随无作 这个作戒体呢 在第二叉螺就止息了 我们在这个作戒 那么在第二叉螺啊 它就是泄落了 所以说作戒业成 那么这个作戒体 在第二叉螺止息 而无作的业性呢 就圆满成就 而且是单独的存在 即免此业为随无作 那么就叫做 就叫这种业性啊 为随行中的无作戒体 那么这是所谓的随无作 这个随无作呢 它就圆满 而且呢相续的 这个存在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单独的存在 这个所谓的 这个随无作 那么我们解释了这个 什么叫做随无作 什么叫随无作 接着呢 我们就来辨别 它的同意之处 第二部分 正辨同意 恶无作戒体 亦有五同四义 这两种的无作戒体 也有五同跟四义 五点的相同 四点的差异 首先呢 是明同 明同 这五同的第一个是明同 明同 恶无作 同名无作戒 那么这两种无作戒体 同样呢 都叫做无作戒 那么名称是相同的 恶一同 恶无作同防身口七只 那么这两种的无作戒体呢 同样的是防止 我们的身三口四的这七只 照做恶业 所以叫一同 第三体同 恶无作同上三中所树 那么这个 两种的无作戒体呢 跟上面呢 这个三中所讲的这个 这个无作戒体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实法中来讲 这两种的无作戒体呢 都是设法 假明中来讲呢 这两种的无作戒体都是属于非色飞星 那么原教中来说呢 这两种的无作戒体呢 都是属于八世田中的三种子 所以说体同 这两种的无作戒体 它的体啊 都是相同的 第四 敌对同 恶无作同人 对视防飞 这个是呢 就是境界的意思 境界的意思 这个敌对同 就是这个受体当中的无作戒体 它有这个防飞的功能 但是呢 它不能够啊 自己去防护 必须啊 假戒受体中的随形 才能够升起防护 而不犯戒的 就如同这个刀剑一样 这个刀剑啊 虽然它很利 但是呢 它也必须啊 要有这个持刀剑的人 才能够啊 攻陷打败这个敌人 那么这个刀剑呢 就比喻受中的无作 那么刀剑的人 就比喻随中的无作 也就是呢 这两种要彼此相互的依持 才能够防止犯戒的过飞 换句话说啊 这两种的无作戒体 在面对犯戒境界的时候 所升起的这个持戒 防过的功能是相同的 所以说是敌对同 这是敌对同 第五多品同 二五座同有三品 我们受戒 所得到的这个戒体啊 是上品中品或者是下品 主要是看受戒当时 所发的新而决定的 如果这个发上品新受戒 得上品的戒体 那么中品新下品新 就得中品下品的戒体 所以这个无作戒体啊 可以有这个三品的不同 但是呢 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再受一次戒呢 这个在五分率当中啊 就有提到 某一个人 他在一天当中 受了这个五戒 八戒 十戒 还有巨族戒 随着他所得到的这个戒体 都可以增长 比方说 他在早上的时候 以这个下品新来受五戒 那么到中午的时候呢 那么他以这个中品新啊 来受这个八冠在戒 乃至啊 他到黄昏的时候 以这个上品新来受这个巨族戒 其中呢 以这个中下品所受的 因为啊 他最后是以上品新来受巨族戒的 所以呢都可以增为上品 尤其可知 对于我们所受的五戒 或者是菩萨戒 都是可以重受的 那么因此呢 这个五座戒体啊 他可以有三品 这个重受啊 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争议戒 是不是 这个争议戒啊 我们常听到 这个争议啊 就是在增加他的功能 如果我们认为 我们当初发心受戒的 那个应重心啊 还不是很纯重 那我们耳后呢 有人在传这个五戒 或者在传菩萨戒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去受一次 这个叫做争议戒 那么将我们这个心啊 这个品位啊 发心的品位呢 可以把它提高 乃至啊 提高还可以再加深 这是所谓的争议戒 那么既然这个戒体 也就是这个受体 它可以有三品的不同 那么依着戒体 所生起的随形 也就可以有三品了 所以这个受随两种的 无作戒体 都是同样具有三品 也就是多品 所以说多品同 那么这说到 它这个五同的情形 其次呢是四意 四意第一个就是 总别意 受无作总发 随无作别发 这个受无作总发 这个受中的无作戒体 是发愿要在一切 有情跟无情的境界上 不照做恶法 虽然这个死法戒的境界 是无量无边的 但是呢 可以用我们 现前这一念心来原念 所以说它是总发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在受八观在戒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受五戒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戒是它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要圆着 死法戒 一切有情无情的境界 那么四段一切恶 四修一切善 四度一切众生 所以说呢 是总发 这个是总发 随无作别发 而随行中的无作戒体 它必须要从这个实际的 那么持戒行为 才能够表现出来 那么这就不是顿发远发 而是见发别发 意思就是说 遇到每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个别发起某一条件 我们前面也说过 你遇到可杀身的境界 那么你就不杀身 遇到可偷到的境界 你就不偷到 遇到 这个可望于的境界 你就不望于 所以说它是别发 它是别发的情形 因此呢 就是所谓的 这个总别意 第二点是长短意 受作悬发 领域一行 行存借债 随无作与方便设聚 适直则无 那么这个长短呢 主要指的就是时间 时间有长短的不同 这个受作悬发领域一行 这个悬就是预先 你就是打算 一行就是尽这一身行 所以说呢 这个受中的 受体中的无作戒体 是这个预先就发起 打算呢 要尽行受 尽这一身行的来持戒 那么所以说呢 行存借债 只要我们的身形 我们的形体存在 那么这个戒体呢 它就存在了 那么这个就是时间就很长了 随无作与方便设聚 是指则无 这个方便设 这个方便设指的就是随中的作戒体 指的是随作 随作 那么因为这个作戒体的生起 它必须呢 要依靠这个深夜礼拜 口夜求戒的情形 才能够生起 那么这两种呢 是属于设法 所以就必须啊 要照做身口的方便 所以叫做方便设 那么这个方便设指的就是随中的作戒体 这个随无作与方便设聚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随中的无作戒体是跟随着随中的作戒体生起的 所以说这两个是同时的存在 同时的生起 是指则无 如果这个随中的作戒体泄漏了 那么这个随中的无作戒体 它也就泄漏了 那么因此呢 它所停留的时间呢 不长 所以说短 所以这是短 那么 所以说这个受作跟随无作 那么它所发的时间呢 有这个长短的不同 有长短的不同 这长短意 第三宽侠意 宽侠意 受作三性很有 随无作为局三性 二无计无 这个受作呢 是宽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三性很有的 比方说我们善性持戒 那么则属于善 就能够暗合这个无作戒体 而犯戒呢 是二 这个犯戒是二 但是啊 这个无作戒体在不在呢 这个无作戒体啊 它还在的 比方呢 这个人犯了某一条罪 那么虽然说啊 他犯的是重罪 那么其余的啊 仍然是清净 只是这个时候戒体呢 比较磊落 比较磊落 那么功用不强 而并非啊 他没有戒体 那么这是属于 二的情况之下 这个无作戒体 它还在的意思 又比方 我们这个有重罪 或者是闷觉的情形 那么这是属于无计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无作戒体 它仍然存在的 那么相续不绝 所以说呢 这个受体中的无作戒 它是三性很有 所以是宽 这是宽 接着我们看下面 随无作为局于散性 而随形中的无作啊 它就有所不同了 它唯独啊 局限于散性 这个二跟无计性啊 是没有的 这个随形啊 如果有犯的话呢 就不叫做词 所以它不通于恶性 那么也不通于无计性的 唯独啊 局限于散性 所以说是狭 因此呢 这两种的无作 就有这个宽狭的差异 宽狭的不同 其次 第四 根条意 受无作根本 随无作之条 这个受体中的无作戒体呢 是根本 我们可以了解到 因为这个受体就是戒体 那么戒体是根本 当然受体中的无作啊 这个就是根本 那么随形中的无作呢 它是支条 因为呢 它是依着受体才升起的 我们知道随形 是依着这个受体而升起 所以它是支条 那么就有这个根条的不同 那么以上啊 是这个两种的无作戒体 它有所谓的这个 五同四义的情形 五同四义 那么其次呢 我们看着 这个下面的 这个以三的圆镜宽侠 圆镜宽侠 这个圆镜宽侠呢 所讲的就是 这个所缘的境界是宽 还是这个侠 是宽还是侠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以这个能源心 所缘境 发界 还有这个防飞 这四点来解释 这个圆镜宽侠的意义 首先呢 是秉一的能源心 四超云 现在相须心中圆 那么能源心 这一刻啊 原来是说明所缘的境界 为什么要说到 这个能源之心呢 因为这个境界啊 本来没有善恶的 由这个心而升起差别 所以这个心境啊 它有这个互相缘起的意义 这个心境相应呢 才能够 敢发起 这个无作戒体 心境啊 如果不相应 这个无作戒体呢 就没有办法发生 所以我们要来谈一谈 这个能源心 它的情形是如何 这个四超就说到 现在相须心中圆 现在就简别 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 相须就简别 不是只有一念 那么受戒始终啊 它是念念相须的 更没有其他的所缘 也没有升起 其他的这个想法 所以叫做相须 那么既然呢 是始终啊 念念相须 所以说呢 现在相须心中圆 由这个能源 由这个能源相须的心啊 跟这个所缘的境界相应 就能够呢 感发起这个戒体 那么这是丙一的能源心 其次我们请看着丙二 所缘境这一颗 丙二的所缘境 那么这是说到 我们所缘的境界 到底是哪一些呢 请看着文 四超语云 净通三四 如冤家 净睡过去 得起恶心 暂皆始诗 现在冤家旨 有可坏意 未来诸境 可以准知 故缘三世 而发界也 净通三四 这个境界 我们在这个词界的时候呢 我们所缘的境界 它是通语 这个十方三四 十法界的 一正恶报 有情跟无情的 那么 境界 那么在这当中呢 任何一个境界 它都是通于三四的 叫净通三四 如冤家 净睡过去 得起恶心 暂皆始诗 那么现在就举一个这个境界 来比例其他的 就例如呢 我们在受戒之前 有一个冤家 这个他已经死去了 是属于过去 这个境随过去 但是呢 我们对着他 也会生起这个恶心 恶的心 那么因此呢 就斩尖使尸 斩断这个尸体 鞭打这个尸体 在这个古代啊 我们看看 中国的这个古代 有所谓的这个鞭尸 鞭尸 像是这个春秋时代 这个吴子婿 这个吴子婿呢 他是这个楚国的人 他的父亲啊 跟哥哥呢 都被这个楚平王所杀 他就逃到这个吴国去 没有被杀死 后来呢 他就帮助这个吴王夫差 争取这个霸权 他就率领了这个吴国的军队 攻入到楚国的 这个国都 隐城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楚平王已经死了 他的儿子楚昭王 就逃亡到这个邻国去 这个吴子婿啊 他就到这个 这个楚平王的这个坟墓 这个挖坟 将这个楚平王的尸体啊 偷出来 鞭打了三百下 又把他的这个尸体啊 把他分尸 斩成这个六块 六块 那么丢到这个原野去 这个 去报他这个父亲的这种大仇啊 那么按照佛华讲 这个要结什么罪呢 在这个涅槃经当中啊 他就说到 如果有人啊 这个斩戒史诗的话 骂利鞭打 那么以这样的业啊 是要堕落到地狱当中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一切的众生啊 都因为恶心的缘故 堕到地狱 所以我们看这件事情 虽然这个在世间法来看 这个吴子序啊 他是一个忠臣 那么他做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当然很难去这个推断 但是就着某种的业来讲 虽然这个尸体啊 他已经是过去了 没有知觉了 但是呢 我们再去对着他 这个造作这些事情 比如说分尸啊 或是鞭尸的情况 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恶业来看 是一种恶的心手 那么会引导我们啊 召唤我们啊 堕到地狱当中的 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边说到 这个冤家呢 这个境界虽然过去了 你对着他呢 也会生起恶心 生起恶心 这是过去的情形 过去是 第二部分 现在冤家子有可坏意 那么对于现在的冤家的子女 有这种可破坏伤害的意义 那么这个冤家子 冤家的儿子子女 是属于现在 属于现在 其次 未来住进可以准之 那么这个冤家的儿子子女 再生孩子 生这个孙子 这就属于未来了 那么对的这个冤家的子孙呢 有这个冤害心 这个有情的境界 有冤害心 无情的境界呢 有损害心 这是我们可以准同了知的 可以准同了知 过怨三世 二发戒也 那么由这个 如果啊 有这个怨恨三世的心理 那么这个受戒是不得戒的 必须呢 要有这个纯净的善心 才能够得到戒体 对一个境界是如此 对于死法界 有情无情的境界呢 我不戒然 这个就说明 我们所缘的境界 它是通于 这个死法界 有情跟无情 而且呢 这个受戒者 它如果想要得到 亲近的戒体 就必须呢 要熄灭三世的恶心 因为 对这个三世啊 都是我们 可以生起这个恶心恶业的 所以这戒体要亲近呢 必须要对于三世 都没有一点 杂烂的 这种心 才能够得戒的 所以这边说到 故远三世 二发戒也 其次 我们看这个 丙三的发戒 丙三的这个发戒 四超云 现在相续 心中得 那么这个发戒啊 就是说明 这个心境相应 要能够心境相应 那么心境相应啊 就能够啊 在现在的相续心中 得到戒体 那么既然说 心境相应 才能够得到戒体 那么应当在哪个时候 得到戒体呢 那么四超就说到 现在相续心中得 那么前面的 人缘心 是现在相续心中缘 那么这里所发的戒体 是现在相续心中得 有什么不同呢 前面的缘 是能缘心 这里的得 是 所得的戒体 底下这个 知识剂 林志律师呢 他就假设一个问答 那么要让我们呢 能够了解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请看着 下一页的 这个知识剂的文 知识剂云 问 与上能缘何意 答 前世能缘心 此极所发戒 有笔受体 无可表示 还阅能缘 以藏所发 又前二作戒 后二无作 又三局受体 四落随行 问 与上能缘何意 那么就问到 这里所讲的 现在相续心中得 跟上面的这个能缘之心 有什么不同呢 回答 前世能缘心 此极所发戒 前面是这个能缘心 这里呢 指的是 所发的戒体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知道 是得戒 还是不得戒呢 底下就说到 有笔受体 无可表示 因为所受的戒体 是无可表示出来的 没有办法表示出来 我们知道这个善种子 我们看不见 所以说无可表示 还阅能缘 以藏所发 还事呢 必须就着能缘之心 来彰显 所发的戒体 也就是以这个能缘心 表现出 这个所得的戒 那么所得的戒体 虽然呢 无可表示 但是呢 就着能缘心 跟所缘境 相应不相应 那么以这个来考验 自己啊 是不是 已经得到了戒体 那么如果 当时我们受戒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 这个心境相应 那么就得到戒体 如果啊 这个心跟境啊 没有办法相应 那么就没有得到戒体 好 接着 右前二作戒 后二无作 好 那么 右三局受体 四落随形 这个就像我们这个 这四颗的这个能缘心 锁缘境 发戒 跟下面这个丙式的防飞啊 那么这四点呢 来做一个归纳 前面两种 能缘心 还有所缘境 是归于 作戒体的范围 后面两种 发戒 还有防飞 是属于 这个无作戒体的范围 好 四个叫做 右前二作戒 后二无作 右三局受体 右者呢 前面三种 这个能缘心 锁缘境 还有发戒 都归于这个受体的范围 也就是归于这个戒体的范围 四落随形 后面这一个对境防飞啊 是落属于随形这一方面的 属于随形这一方面 好 那么这是将它做一个这个归纳 其次我们看 丙式防飞 这个防飞呢 就是依着戒体 升起随形 而防止过飞的发生 请看的第一段 四超云 但防过去未来飞 现在无飞可防 这个戒体 它防飞的情形呢 是 但只能防止过去 以及未来的过飞 现在当下 并没有过飞可防 为什么这样说呢 底下 这个字字记解释 字字记云 现在无飞者 此约对质心形 以论三世 防是欲拟 不令起飞 对质现前 则防未飞 才是正念 即若过飞 故知现在 无有防疫 现在无飞者 此约对质心形 以论三世 这个心形 就是心的意思 心的意思 那么现在无飞可防的道理 是什么呢 这是就着现前当下 能够对质的心 以论三世 来讨论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的情形 那么这三世的形式 如何呢 底下在 个别的家里说明 防是欲拟 不令起飞 这个所谓的防呢 就是预先拟定 就是打算的意思 也就是心里面呢 事先已经打算 要预防了 不令起飞 不使令 升起犯戒的过飞 对质现前 则防未飞 当我们有要对质 现前过飞的 这个念头 升起的时候 就能够防止 未来的过飞产生 才是正念 极落过飞 而一旦我们现前这一念心 才刚失去了正念 那么当下呢 就马上 那么落入 过去的过飞了 固执现在 无有防疫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的一念 那么现前当下的一念 没有防止过飞的意义 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我们稍微的再解释一下 这一段呢 就是解释前面所说的 这个戒体 它防飞的情形呢 只能够防止 过去 还有未来的这个过飞发生 那么至于呢 现前当下的这一念 你并没有办法 去防止它的过飞 所以说现在无飞可防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也就是啊 当我们的心呢 有打算啊 要去预防造罪的时候 有这样的心念升起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未来的过飞 它就不会发生 是不是 我们现在想 我不要造罪业 我不要造罪业 那么 未来 比如说下一个念头 你就不会申请这个恶念 想要去 这个杀身 或者是偷盗 所以你现在 有对质的心申请 未来的这个过飞呢 它就不会申请 所以说 它能够预防 未来的过飞发生 那如果我们现在啊 失去了这个正念 这个正念我们一失去 那么 当下呢 这个念头啊 它是恶念 这个恶念呢 它就马上呢 落入到过去的过飞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念头是 念念的生命 畅如畅如生命 那么这个恶念一升起 它马上过去 就成为过去的过飞 那么表示说呢 由于我们现在 失去了正念 所以呢 我们未来的这种过飞 它会发生 会发生 所以 相对的 我们现在如果保持正念 那么未来的过飞 它就不会产生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戒体 它所能够预防的 就是 未来跟过去的 这个过飞发生 因此呢 我们知道 现在无有防疫 那么现前的一念呢 并没有防止 这个过飞的一 那么接着 我们再看下一段 四超云 难折 圆境三世 得罪现在 过位恶境 为客起薪 说言三世发言 若据得见 为在 现在 现在一念 那么这一段呢 这一段的文呢 是简别 这个持戒的 所缘境 是通于三世的 而得戒呢 唯独是 在现前的一念 那么 超文就说到 难折 圆境三世 得罪现在 然而前面呢 我们说到 这个持戒的所缘境 是通于 这个三世的 那么比方啊 我们讲 这个冤家 他通于过去 现在跟未来 所以说 这个 所缘境 他通于三世 得罪现在 但是呢 如果讨论到 犯戒而得罪的情形 就只局限在现在 而不是过去 或者是未来 因为必须啊 我们要面对 现前真实的境界 才能够讨论到 此戒 或者是犯戒 那么过去跟未来 这两种境界是如何呢 底下就说明 过为恶境 唯可起心 缩宴三世发也 那么过去 以及未来 这两种的境界 唯独啊 可以申请原念的心 这什么意思 因为呢 这个过去跟未来 这两种境界 它不是啊 真实的境界 所以呢 只能够用心去原念 但不是我们得罪的境界 而我们的心呢 因为呢 能够原 过去 现在跟未来 那么是三世的境界 所以呢 对着这三种境界 能够生起啊 这个害心 而想要呢 成就这个境界 清新的界法 就必须啊 要止息恶心 所以说 所缘的境界 是骗该三世 那么这三世呢 都是我们发戒的对象 所以说 说言三世发言 若据得戒 为在现前一念 而如果 根据得戒的时间来说的话 就唯独 局限在 现前的这一念 也就是 三规结束的那一刹挪 是我们得戒的这个时间 那么得戒啊 就是现前的一念 那么这是这一段文 那么告诉我们 所缘的境界 是通于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 而得戒的时间呢 唯独 是现前的这一念 那么 下课 我们休息一下 好了 好 好 来